! 好多人都說我的上身好似一個形狀 是嗎 我 像一塊子板Rectangle 什麼Rectangle 一看就知道是倒轉的triangle 嘩 嘩 嘩 累了 師兄 回家休息一下吧 Goodbye 不玩了 舉得這麼辛苦 回去喝杯茶 吃個Hamburger 別走 你們兩位師兄 雖然你們這麼健身 但是你們這麼說就不對了 好 那應該怎麼說 How do we handle word stress in multisyllabic words 看到你們兩位猛男這麼大隻 無論要操練到正方形、長方形 或者三個形都難你們不了 但剛才你們讀長方形和三個形的英文 就似乎有點難度 英文字當多一個音節 syllable 讀的時候就要注意正確的重音位置 word stress 譬如長方形 就應該讀作 Rectangle 而不是 Rectangle 三個形 就應該讀作 Triangle 而不是 Triangle 剛才你很有禮貌地說再見 應該就是 Goodbye 而不是 Goodbye 至於你說 想吃漢堡包 漢堡包的英文就是 Hamburger 而不是 Hamburger 有些字 它在不同的形態 重音位置 會不同的 譬如 represent 代表 它是一個動詞 有代表性 就是representative 而representative 也就是指一個人 譬如是一個組織的代表人 而represent的名詞就是representation 譬如inform通知 是一個動詞 如果形容負資訊性 就是informative 而資料 information 就是一個名詞 最後 argument 解釋爭 或者論句 是名詞 如果形容人 喜歡爭辯 就是argumentative 而立論的英文 就是argumentation 這幾個字 意思相近 寸法相似 但是重音的位置 就完全不同了 哦 原來是這樣 馬上做幾下吧 不要那麼快走 明天繼續 我先走了 好 拜拜